纪献林亲历的鬼魂附体事件 母亲去世之后死而不亡 与传说中的壮客有关 壮客就是所谓的鬼上身了 这种现象 只有经历过的人 或亲眼见到的人 才会相信 这种灵异事情的发生 民间乡下从来都不缺 稀奇古怪的故事 纪献林在《我的母亲》一文之中 就记住了一件 若非亲眼所见 根本难以置信的故事 当时 她阔避多年的母亲 突然故事 得知恶号的她 急急忙忙的从清华大学 回了山洞老家 为自己的母亲料理后事 之后母亲却莫名其妙 撞客了邻居婶子 开始时 像个野兽一样 蜷缩在墙角 后来突然开始 无缘无故的发疯 打人咬人 衣服都撕破了 脸上也脏兮兮的 嘴里还呵呵的吼叫 直到见到纪献林之后 抓着她的手 哭着诉说 这些年的思念之情 其间看人的眼睛 也是直勾勾 空洞洞的吓人 撞客的人 通常行为失控 言语错乱 悲喜无常 狂言惊恐 炸寒炸热 或者以死人的语气说话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民间普遍认为 鬼是死人之灵魂 一直将其同风水有联系 但是并未得到科学证明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历代确实频频出现 而在老一辈人的口中 所谓鬼魂附体 导致人出现特异功能 独于神鬼狐妖 或是已去的故人 联系在一起 这种情况一般在讲完该讲的事情之后 自行离体 岁日痊愈不再复发 多便是自己时运不济 阳气较弱 在不合适的时间 去到了不合适的地方 碰到了死人的死煞之气 误打误撞 这些个脏东西 就附在了洋人的身上 好比参加朋友或亲戚的葬礼之后 在近期或短时间内 有比较反常的表现 要么是自己的孩子突然不舒服 比如发地烧 胡言乱语 自言自语 要么是小孩子晚上睡觉会哭 感觉害怕 一般 传统的农村 遇到死人下葬的时候 会告诉这家人 什么属相的人不能参加葬礼 尤其是有深渊的人 一定要在身上带一条红布随身 如果不把这些禁忌放在心上 情则生病没韵 重则影响到生命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壮客 为何老一辈人对此避而不谈 一种说法是 那鬼魂比较熟悉这个人 在他生前 两人的关系就十分熟悉亲密 所以 一方成了鬼魂之后 就会借用一方的身体 并以多种方式与活人进行交流 另一种说法是 活人身体虚弱 心情不好 情绪抑郁的时候 或正生病 或大病戳癒 或本来就体虚 阳气不旺 邪魔外道 更容易趁虚而入 几十年前 壮客十分常见 虽然当时经济条件差 人们没有钱 但是九病成一 哪个村都有那么一两个 会用头发治疗邪病的人 人们也已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经验 既然如此 壮客与附体现象 有没有一定的科学说法呢 前学森在晚年的时候 曾领导过一个研究小组 证明了 人的自卫活动 都是靠脑电波传递的 并把这灵魂 鬼魂之类的定义 比作一个信息团 也就是说 在我们看不见的空间里 这个东西 是不受时空限制与阻隔的 一个人本来好好的 突然间就不是 或者疯癫起来 这是因为 人顽固以后 虽然身体消亡 其实存在着 无数的脑电波 游荡于空间之中 只不过频率比较低 看不见摸不着 却真是存在 而活着的人 脑电波频率很高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两种频率不会相撞 但是对于身体虚弱 萎靡不振 或是沉浸在 巨大悲伤中 导致脑电波的频率 下降的人而言 本来就因为 这样的环境 而造成心理的变化 人对身体 一时之间接触不了 如果对上了空间中 相同频率的电波 覆盖住 他原有的意识 也就是鬼上身了 而一旦撞客 人就会非常难受 有时也有某方面特征 明显的不得进 只有知道 到底是撞上谁了 才能给他送走 一般病人或家属 往往会好言相劝 或者高声怒骂 声言吏色 再者求助乡间 从事去除邪催的职业人员 他们在乡下 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多一女人为主 男的很少 擅长看疑难杂症 但水平不一 能代替医生治某些病 医生不能治的 他们有的也能治 总之当患者 心里开始平稳 情绪开始趋向稳定 很快已经能痊愈 恢复如初了 民间所说的壮客 究竟是什么 说起来 你可能也有经历过 有时候家中过世的老人 过于思念自己的孙儿 便会以鬼魂的存在 与活人进行交流 那么家中刚出生的小孩子 本来就体恤 阳气不忘 就轻则哭闹不止 种则三天两头 生个小病 因为他们还没长成 身体相对娇弱 《红楼梦》第42号写道 刘姥姥二进贾府 陪同贾母 畅游大观园 而乔姐在大观园 找王熹凤的时候 因瘫嘴吃了一块糕点 谁知第二天 乔姐就生病了 一致高手不退 丰姐向刘姥姥取经 刘姥姥说 乔姐出生在七月初期 不吉利 七月被认为是鬼月 出生在这一日的孩子的命运 会比较坎坷不顺 而乔姐自出生起 身子就一致不大好 刘姥姥说 这次着梁发热 或许是壮客了 最后奉姐连忙让平儿拿出玉侠迹 查卦说冲了花神 烧了指尖才好 没想到 乔姐竟真的睡安稳了 后来游士从大观园里经过一回 也撞了血 此时贾府上下 人心惶惶 草木皆兵 毕竟秦文 金川 迎春 黛玉 详细魂贵于此 大观园里 已非昔日景象 远鬼缠绕 鬼魅任行 时常传出 鬼酷狼嚎之声 最后贾荣 只得请衣 占卜烧纸 人妖数怪的传言 更是被下人们 穿得身乎其人 都说大观园中 有了妖怪 总之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 附体到人身上 有家族运势衰败 自身也流年不利的情况下 心中犹疑 便会热鬼上身 紧接着 贾真贾荣等 相继而并 这就是所谓的 疑心生暗鬼 一药无效 只好烧纸祈愿 细细祷告 下人们也相继离去 生怕自己 也落语到不敬之物 昔日繁华的大观园 人去镂空 死的死 败的败 早有余兆 道教典籍 云集七千 魂神不中记载 撞客与人摒弃相关 人摒弃低时 走落一撞客 之后表现为 心神恍惚 胡言乱语 疾病 高烧等 单一或多种症状 种种烟谈举止 与被附者 思维不相关联 一般的医疗手段 治疗可以缓解 但不能根治 中医经典 内经 及历代医家 也都有论述 从中医的角度出发 邪气趁虚而入 一定是患者的正气虚掉了 所以一定要在事后 补医一下患者的身心 过来 我再次行 如何 吗 这次行